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呢 首先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国德森学院和民族博物馆 在一个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呢 给孩子们可以影响一生的人文教育 以厚德在务 执行合一的人文科学 德森学院的教学宗旨是以人为本 我们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成为一个高科技和人文文化 双成就的社会人才 希望呢 未来的孩子们呢 能服务于这个世界 那民族服饰博物馆呢 是介绍给大家呢 是56个民族服饰文化 这56个民族服饰的文化呢 数千年的演变 从物质精神 文化的加以整合 它形成了一个博大精神的流光异彩 美轮美奂的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气派 我希望能把中国56个民族服饰的美文美奂 流光异彩的和和美的精神 能带给这个世界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也是为了庆祝2021年 我们美国亚洲传统乐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讲座 主讲嘉宾呢 徐芳芳老师 好的 我们看一下图片 这也非常快 让大家来浏览一下 这是孩子们 这是德行学院的 通过人文的文化教育 来为孩子们能提供这样的一个 读书人文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就是有音乐 还有德礼静 就是通过我们的传统的教育 这个茶香 这是民族服饰博物馆 然后呢 这一本是谢斌 也就是我写了这一本156个民族文化的卡路夫 and Ethnic Group of China 这是在美国出版的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是民族服饰博物馆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 真是真是美如美女幻 这是基诺族 德昂族 穆族 其她的民族 请朋友们来观赏 这是苗族的吟诗 所以456个民族文化的精神 就是和和和和谐之美 向世界来传播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向大家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徐芳芳老师 那首先呢 我们来听听一首 非常动人的钢琴演奏曲 是徐芳芳老师来亲自演奏的 我们来听听叫翻身的日子 这是在中国 是非常著名的一首钢琴音乐 下面请我们来欣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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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音乐曲呢 在中国曾经是遍及大江南北 每一个人都熟悉这首音乐的 所以呢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旧金善事图书馆 亲自能看到 曾经亲自看到 黄黄黄老师演奏这首音乐 我们对矜盾的 注称的中国画家徐悲鸿 就是这样的一匹马 他开创了融会中西的绘画 培养了几代中国美术家 相信呢我们如果很多的朋友喜欢 请到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 方黄老师给我们来介绍这个网站 可以到那去看浏览著名的这些画 那我们来介绍 主讲嘉宾徐芳芳老师的背景 1981年呢他来美国 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学士学位 Stanford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0年呢他成为中国人民大学 首任的音乐系组主任 他帮助发起了并协助举办了父亲徐悲鸿 在美国的第一个综合性个人画展 那是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的1月份 徐芳芳出版了回忆录奔腾的巨马画家 徐悲鸿和他的家人在毛泽东的中国 并发表过数篇关于徐悲鸿 极其艺术造诣的文章 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就是非常的荣幸 能够听到徐芳芳老师给我们介绍很多 我们并不知道的一些的历史 和非常著名的一些的故事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徐芳芳老师给我们来讲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好 刚才你们听到了钢琴曲《翻身的日子》 描绘了1950年土改以后 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的贫苦农民的喜悦 这是我在1964年学的最早创作的中国作品之一 当时政治上突然的变化 使我们的音乐学校的课程 从西方古典音乐改为中国音乐 我在我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首作品 非常感谢大家来收看我的演讲 介绍徐悲鸿的艺术 和我的回忆录《奔腾的骏马》 英文原版的名字是 Galloping Horses Artist徐悲鸿 And His Family in Mouse China 感谢美国德森学院谢斌院长 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徐悲鸿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画家 和美术教育家 被称为现代中国绘画之父 他1895年出生在江苏宜兴 一个贫穷的家庭 其父是自学成功的画家 徐悲鸿自幼 随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 和传统绘画 这个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根基 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徐悲鸿获得了官费的奖学金 去法国留学 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 在1919年和1927年之间 他在几个欧洲国家 学习素描和油画 1927年他回国后 将西化的技法 融入传统的中国绘画 目的是发展中国画 徐悲鸿认为 自明末以后的300年以来 中国画开始颓败 将死的 只靠林末作的绘画 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徐悲鸿以他的作品 展示了改良中国画的 两条根本途径 以人的活动为主 和恢复诗法造画的传统 他的绘画创作 和他为在中国美术教育上 所做的大量工作 为中国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 徐悲鸿是以画马著称 徐悲鸿呢 他是以他自己画的马 和选择的款式 表现了 他的悲伤和愉快 以及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希望 那么屏幕上的这幅 奔马是1941年 在马来亚 槟城画的 上面提馆写的是 新四八月十日第二次成沙 会战 忧心如焚 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 他担心着 关心着祖国 祖国的抗战 希望这次战役也像第一次长沙 会战一样 能够击败日军 侵略者 大家都知道 中国古代的 这个 画马的 画出来的这个 骏马图啊 常常是 画的是肥胖的 修饰整洁的 信服的马 是用工系手法画出来的 是不能跑的马 而徐悲鸿根据精确的素描原则 用只大毛笔描绘出了 精干 精干的结构 结实的奔马 充满了一往无前的精神 有些人问我 你怎么知道 这一副 徐悲鸿的马 就是真迹呢 底下就谈谈 我个人的体会 徐悲鸿对着真马 画的这个 素写 不下千负 你从他的画的马上 就可以看到 那马的 肌肉 骨骼的结构 都是很提炼的 很准确的 那么 仿造的人呢 很难 造得出来 特别是 关节跟蹄子这些部分 以下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徐悲鸿画马的 各种方法 他的马 鼻孔大 显示了肺活量 这个胸肌呢 是用两笔浓墨表现的 那么 尖是亮处 是用 在纸上留白 表现出来的 那么 马的关节呢 是用浓墨去描绘的 那么 他的 针马呢 除了结构很结实之外呢 他又有血液的笔墨 比如说 这匹马的腿 就夸张了 他比一般的 针马的腿要长一些 然而这些细长腿看起来呢 很 自然 这些特征 再加上 用短缩透视 描绘马的身子 那就使这匹马呢 充满了活力 似乎向观众迎面冲过来 那么短缩透视呢 就是把靠近观众的部分增大 那么现在 下面讲一下啊 徐白红在1940年 在印度的时候 他曾经骑马 在大吉林 就是 谢马拉雅山区 进行写生 这种印度马呢 使徐白红产生了 特殊的感情 他们有长长的搏颈 像钢铁铸成的蹄子 长腿 隆起的胸肌 宽阔的鼻子 和像 段子一样的 光滑闪亮的皮毛 徐白红自幼就爱马 那时 他更 对这些动物 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接触了这种印度马之后 他画的马 显然增加了魄力 大家都知道 他爱画马 又很有名 那么 你们知道 徐白红也画了 很多其他的动物吗 如果你们不了解的话 底下我就介绍 几种其他的动物 下面 木桐与牛 创作于1931年 徐白红对耕牛 有特殊的感情 那时 这些牛 是他的 虎年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牛 那时家里有几亩瓜田 却没有 耕牛 那么 他平时给有牛的邻居放牛 到了耕作的时候 就可以借牛一用 后来呢 木桐与牛 就成了他 最喜欢描绘的题材之一 平静祥和的景象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中国画里面呢 是 诗书画印 融为一体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这幅画上 放大的一部分 题款 上面写的是 贝银 贝银 您之英无荣义斋 为什么把这个房子 起名字叫英无荣义斋呢 是因为徐北红改革 改良中国画的努力 受到了一些传统画家的反对 那么他就把这个房子 起了名字叫英无荣义斋 意思就是说 不要发表平庸的议论 这也差点幽默之一 另外呢 在这幅画上呢 还有另外一颗一方印 上面写着天地无权功 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一定都做得到 这个印呢 表现了画家在画此画的时候的感情 当日本侵略者 侵略中国的时候 中国受到这个日军 入侵的威胁的时候 那是1931年 这些画面上的这个 祥和的景象呢 就变成了一种失去的幻想 那么我想问大家 为什么徐北红的艺术 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欣赏呢 我认为 他艺术中 人的感情 和中国审美的特点 感动了世界各国的观众 包括欧洲 亚洲和最近美国的观众 徐北红呢 要求他自己的画呢 要达到真上诉的标准 也就是说 他要他的画 表达的感情是如此真实 以致能感动上天 代表人类向上苍申诉 那么在他最得意的画上呢 他都写上了 都盖上了真载上诉这方印 于公一山 大幅的国画历史画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幅画有四米多长 这个是1940年 徐北红在印度的时候 他深切的关心着祖国 当时中国的抗战 已经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那么在列子中的预言呢 记载有一个老渔工 决心铲除党在门前的两座大山 他认为他的子孙后代 是一定可以完成 这项兼具的工程的 那么徐北红画渔公一山 就是表现了中国人民 不去饶的精神 他相信 如果中国人民能像于公和他的子孙那样 以他们那种精神去艰苦奋战 就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幅画在当年1940年画的时候呢 是中国画中前所未有的 画家将大型的落体人物 直接引入了构图之中 占了构图的大部分 而对人物的描绘呢 是融入了西方素描的技法 那么这幅画呢 也是中国人物画上很重要的一幅 是徐北红对中国人物画的重要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 没有 徐北红也许就没有中国人物画 前面我讲了 这个民国的时候 已经能画人物的是寥寥无几 那么 另一幅呢 给大家看的是 八人积水 这是1937年 徐北红当时住在重庆北岸 嘉陵江北岸的这个盘西 每天呢 他都要爬上一长串的台阶 走到河岸的顶端 渡江呢 去南岸中阳大学教书 那么在渡江的时候 他仔细观察了挑水夫 这幅画 有将近十英尺高 徐北红是没有任何素描稿 是在给生示范的时候 当场一口戏画完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水墨画啊 就像表演艺术 每一笔墨线和墨画 渗入宣纸 就不可能改变 这幅画 表现了 徐北红的素描和构图技巧 以及他敏锐的观察力 徐北红 描绘了 挑水夫的艰苦生活 你看看 右边这幅细部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仔细描绘了 挑水夫的肌肉 表现的力量 反映了他们艰苦的生活 这是中国 在用中国画家 用中国水墨画 表现劳动人民的最早的 画作之一 创作于1937年 那么在油画的领域里呢 徐北红是 第一个 获得了高水平油画技巧的 画家 同时将他有 创造力的建设呢 能够 拥有他主要的油画作品之中 徐北红认为 一个艺术家 首先要是一个高尚的人 要尽社会义务 当他看到 中国和中国人民 受到列强的欺凌 他创造了几幅历史 剧作 表现了他对祖国 深切的 非常强烈的关切 那么1928年左右呢 他开始创造 创造这个 天恒五百世 做这幅油画 天恒是公元前三世纪 齐国 王族的后裔 他宁可 自杀 而不屈服于汉高祖 压倒一切的势力 听到田恒的死讯 那么他的部署 五百壮士也自杀了 这里徐北红 描绘的是 威武不能屈的 这些这样的高峰亮节 这种节操是面临 危机的祖国 最需要的 那么 这幅画里面呢 有很多人是 徐北红都熟悉的 其中徐北红也把自己 画到了画面上 那么 请大家看一看 这幅画呢 哪个是徐北红 那么 徐北红选择了 这个田恒 与五百壮士 离别的时候呢 大义凛然的 这一个时刻 这幅画 是中国第一幅 油画历史画 那么 他和 其他的几幅 去北红历史画 如 一公一山 西我后 九方高相马 一样 都是 以 中国 古代的 预言故事 来暗示 当时的社会现实 实践了 浪漫主义的 西方浪漫主义的手法 如果 大家 还没看出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 居中的 那个穿黄衣服的 就是 徐北红的 自画像 和他 细剧性的油画 不同的是 萧生 这幅画像一首 抒轻诗 创作于 1926年 徐北红在 欧洲留 在法国留学时候 萧生这幅画 采用了 严谨的 古典主义造型 浪漫主义的气氛 明显外的色彩 和一个中国的主题 相结合 表现了 一位女子 中国女子 在异国他乡 思念祖国的情感 那么在油画的 在这个素描里面 素描里面 这个教学之中呢 徐北红强调 至广大 尽精威 就是说 鼓励学生 去选择 最能传神的 其一步 描绘出来 在同时呢 要抓住 对象的实质 突出 整体的主题 在 40年代 20世纪 40年的后期 他还 闯作了一种 默写的办法 就是为了 培养学生的 敏锐的观察力 他要求学生 默写 自己做过的 素描写生 他认为 这种方法 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 甘地像呢 就是 徐北红的 素描的 一个典范之一 在这张 素描上面 你可以看到 画家以 简练 质朴的手法 抓住了 甘地的性格特征 这是1940年 徐北红在 印度的 圣地尼克坦 在一个聚会中 在人群中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完成了 这幅 甘地的素描像 徐北红 以描绘 人物内心世界的 同样的技巧 去普装 动物 瞬间的 表情跟动态 他的动画 把中国的 画中的 寄清脱性的手法 发挥到了极致 1938年 他转作了 富商之狮 大家知道 狮子是 中华民族的象征 1938年 抗日战争初期 中国的 国储沦丧 损失惨重 在这幅画上 富商的雄狮 回首怒势 炯炯逼人的双目 充满了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昂扬斗志 底下再给大家看 另一幅 情调不带同的 这个动画 虎与兔 是 创作于1935年 是徐白红应 一位朋友的 要求而做的 朋友夫妻的 属相呢 分别是虎与兔 然后为了 把这两个动物呢 描绘在一起 画家呢 就选择了 虎与兔 在一起玩耍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创作了这个作品 表现了 夫妻各自不同的 性格 那么你们可以 猜想一下 哪个是 哪个动物是妻子 哪个动物是 丈夫 画家 巧妙的构图 是 这个 画上的老虎 不再匈奴 而是 露出这个 顽皮之气 这幅画 以 虎与兔 玩耍的场景 象征了 夫妻之间 很 和谐 和亲密的关系 那么 你们知道 徐悲鸿画了这么多种动物啊 刚才介绍了几种 你知道徐悲鸿也非常爱画猫吗 这个 他曾经讲过 他自己很爱画猫的 我们 在北京的家里呢 曾经养过八只猫 他经常画这个猫的速写 在下面这幅画是 懒猫 这幅画上面 这个 对猫的这个动态呢 瞬间的动态把握得很好 抓住了猫伸懒腰 这一瞬 那也是最舒服的那一瞬间 那么 这个 提款里面提到了 长下这两个字 我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长下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您去想一想看 在构图的设计中 葵花 和猫的这个形状跟颜色 都有呼应 葵花不同的圆形 和猫拱起的背 形成了两个圆形 那么 一只猫 这个 勾起的尾巴 和 微微垂首的花镜 也有对应 那么刚才讲了 这个款式中 有长下两个字 我认为呢 葵花的 黄色跟蓝色的颜色丰富 表现了正午 葵花盛开 以及猫在树音下 昏昏欲睡的 放松的时刻 这就突出了 款式中的长下 你们知道吗 除了这个动物之外呢 徐白红也画 这个琴 那么就是下面呢 给大家看三鹅 中国画背景啊 通常是留白的 但是在这幅画上呢 包括水在内的整张纸都着色 这样就描绘出了 款式中提出的 提出来的 提到这个大鼠的气氛 这种背景 使白鹅脱颖而出 画面简洁的设计 也很雅致 你看这个背景 跟鹅呢 都画得很简练 画家的用意呢 不是去描绘鹅的这个尾巴 跟羽毛的细节 而是画它们的一般形状 变化的线条 你注意一下 从粗到细 暗示了鹅的体积感 和它们弯曲形状的转折 另外呢 也请大家注意呢 这个徐白红是爱画猛兽猛禽的 除了猛兽是狮子的一个例子之外呢 他还画了灵灸 徐白红 1942年 在昆明看到了 令他赞叹的天下第一美灸 于是他用碳笔和水墨 画了多幅速写 这里有包括正面的 半侧面的跟全侧面的 还包括对灵灸的嘴和爪子 和脖子等局部的专门研究 那么这幅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侧面的灵灸呢 也包括了 对头部的专门的描绘 在右上角 在这些 速写的基础上呢 他闯作了灵灸这幅 很著名的国画 关于这幅画呢 我想讲一下 那么这个 徐白红的艺术创作呢 是不受任何城市的限制的 他对造画中的美 非常的敏感 是根据美的要求 来决定他的步骤 跟这个阻止的 那么 你可以看到 在这幅画中 在画这个 徐白红用了 传统国画中 画石头的 春擦的笔法 来描绘 这个鸟的羽毛 表现了灵灸 很坚实 丰满的羽毛 而那块巨石呢 反而用了画鸟的 这个 潘润的笔法 另外呢 我请大家 注意一下这个构图 为什么把鸟放在 上部 而有差不多 这个三分之一 多到一半的 这个画面呢 是画的巨石 我觉得呢 这个 两只高瞻 圆主的 这个灵灸呢 他们 矗立在一块巨石上 巨石前面的悬崖 跟下面露出来的远山 都衬托出灵灸的高大 跟威猛 下面是徐悲鸿 著名的山水画 《黎江春雨》 作为1937年 这幅画 获得了印象派的 泼墨山水 获得印象派的效果 描绘出 黎江周围起伏的山巒 在烟雨迷蒙之中的景色 这是将光影融入传统的 中国山水画的 开山之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上呢 很少用线 是直接用墨块 来描绘山光水色 而且 包括岸边的树木 和村庄 也是用水墨表现出来的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看另一幅 用不同笔法 创作的风景 这是这幅画 创作于1936年 徐白鸿读 杜甫的诗 毛屋为秋风所破歌 有感 与张大坚一起 创作了这幅画 在这幅画上面呢 这个巨树和小毛屋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请大家考虑一下 这个两个画家中 是谁画的树 另外呢 又是谁画的毛屋 这幅画呢 曾经两位画家的 艺术质业交融在一起 这个巨树 强壮的树干 在 狂风中来回摇摆 而杜甫的小毛屋呢 却经受不起 持续的强风 那 在抗日战争的前夕 徐白红 表现了 他对中国人民 家破人亡的担心 命运的这种担心 如果你们还没看出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 徐白红是用他 用他的这个 仓劲的笔法 描绘了这个参天的大树 他是用干笔 把笔毛打开 来画树身 而张大千呢 则用传统的细腻的笔法呢 描绘了杜甫的毛舍 逆风这幅画 作为1936年 那么 这幅画上呢 这个左右摇摆的这个 尾叶子 渲染出暴风雨的气氛 几只小麻雀 不畏艰难 迎风而上 这幅画表现了这个 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徐白红 改革中国画的决心 徐白红发展中国画的目标呢 也是通过他作为一个主要的美术教育家来完成的 他第一个在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 所有的美术专业学习中树立了 以素描为基础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中 系统来建立起油画的学科 并培养出成就的油画家 他也是第一个将这个高水平的西方素描写生 运用到中国的美术教育之中 在祖国中华民族的威王之际 徐白红 关心着祖国的命运 他担负起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他提倡现实主义 主张艺术应探人生之究竟 就是说要探索人民生活中 主要的重要的内容 他的艺术鼓励了中国人民 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去斗争 徐白红对培养年轻的中国画家 充满了热情 他早年的艰苦的历程 使他同情他们 他曾经破格 为有潜力的画家 创造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许多二十世纪著名的画家 如齐白石 傅宝石 吴作人 李胡等 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从1927年到1953年 他适时之前 徐白红用他新型的美术教育体系 培养了几代中国画家 许多人已经成为有成就的画家 和重要的美术教育家 李胡就是徐白红最好的学生之一 那么下面看一下 这个李胡在1957年 创作了大型国画历史画 广州起义 这幅画有三米多长 构图充满了魄力 请大家关注 这幅画对人物面部 简练的刻画 和用水墨表现的强烈的观感 从李胡的画上 我们可以看出 徐白红有效的训练方法 那么李胡和徐白红其他的学生 包括他们自己的学生 都继续为20世纪 和21世纪中国的美术事业 做出贡献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回忆录 《奔腾的骏马》 英文的原文名字是 Galloping Horses Artist徐白红 And His Family in Mouse China 这本书描绘了徐白红的遗孀 他的家人和他的艺术事业 如何经历了 20世纪中期 变化莫测的政治风暴而幸存 提供了这个历史时期内 徐白红许多显为人知的经历 大家看这个封面 我的这本书的封面上 是徐白红和他的儿女 1949年在我们北京 东瘦罗街16号的家中照的 这个徐白红旁边的那个男孩子 就是我的哥哥徐庆平 右边的就是我 作为徐白红的女儿 作者描绘了徐白红的遗孀 廖静文不屈不饶的精神 他在丈夫去世之后的60年中 保护了他的艺术作品和艺术事业 徐白红的儿子女儿和他的母亲 一起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弘扬了徐白红的艺术 并完成了他未尽的使命 同时作者也描绘了自己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 在毛泽东时代 作为音乐专业学生的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 以及在江青的金剧样板戏中 作为职业音乐工作者的经历 这本书除了对徐白红的艺术和他的生平 做了很确切的描述之外 特别提供了徐白红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他的一些经历 虽然他作为党外的人士 占据了中国美术界最高的名誉地位 而且他与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 不过是个卦名的院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共产党控制了中央美术学院 和其他所有的艺术院校 党要求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 并要求他们的作品为党的政策服务 那么徐白红很迫切地调解了他自己的思想 使自己的画作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然而他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至于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影响如何 大家都可以从奔腾的俊马这本书中得出结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徐白红的教学体系遭遇如何 特别是他为中国画家设立的 中国画学生设立的素描课的遭遇如何 徐白红的艺术事业 他的艺术作品 以及他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如何 大家都可以从奔腾的俊马 这本书中得出结论 那么如果你们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从这个 Amazon上面可以找到 那么中文的这本书呢 就是奔腾的俊马画家徐白红和他的家人 在毛泽东的中国 这本电子书呢 可以在Apple Book跟这个Cobo上面找到 同时呢 你如果为了方便的话 也可以从我的网站上呢 点击购书 这个就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找到 那么网站呢 是背红ChinaArt.com 底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是有中英文的 你点击一下右上角的 View in Chinese就变成中文了 那么在这个上呢 你可以点击奔腾的俊马 然后点击购书 这时候就出来几种选择 你可以点击点击Amazon 这就出现了这个英文的 Galloping Horses 那么你要对中文感兴趣的呢 你就点击iBooks 这就到了这个Apple Book 这个网站上 有人说呢 实际上你只要在你的 这个苹果手机上 打进这个奔腾俊马 这本书的中文字呢 它也自己就出来了 那么底下给 大家看一下呢 简单的看一下 我的这个网站的 这个网站的 网站上面 徐白红的艺术上呢 这个美术作品上 有油画 国画 素描等选择 比如说你点击油画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上面有呢 90多张 徐白红的杰作 这里呢 你看到一幅 你想仔细看 你就点击一下 它就放大了 这是我的母亲廖静文 1947年的 这个画像 还有其他的 你比如说这个 一公一山 刚才给大家看过 油画的 这是油画的 一公一山 另外呢 你可以 看它的 素描 那1950年画的 毛主席像 还有它的 国画 有好几十张 这刚才我讲了几种动物 其实还有 很多其他的 可以 您可以看的 还有鹰 还有鹰 等等 还有这个 书法作品 这是 徐白红的书法的 成就也很高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 这是他写的 孟子的行书 好 我的父亲呢 徐白红 有一个遗愿 就是呢 他希望 为中国人民的 美誉 成立一所 具有中国 优秀艺术遗产的 公理博物馆 他一生 这个非常节省 节衣缩食 所有的钱呢 都用来买 这个抢救中国的 这些著名的 很有成就的 这些节奏 他的收藏呢 也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为了成立 这样一所 博物馆呢 我母亲 廖静文 在他在这个 丈夫去世之后呢 立刻将他的收藏 和一千多幅 包括古今中外的 杰作一千多幅 和徐白红的原作 一千二百多幅 全部捐献给国家 那么 这个 他为了这个 成立这个 纪念的博物馆呢 他又把我们家的房子 也捐献了 这就是廖静文的 在20世纪40年代 中期的照片 这个 我母亲的决定呢 保证了 徐白红的作品的 这个收藏呢 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 也是 质量最高的 并且能够 永久展出 那么 1954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 在画家的故居 成立了 徐白红 徐白红纪念馆 这是第一个 由政府出资 单独为一位画家 成立的 博物馆 专门展出 徐白红的 作品和他的藏品 下面这张照片呢 是文革之后 1983年的 徐白红的纪念馆呢 重建了 在新街口这个地方 那么照片上呢 是1985年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和他的服务人 在参观 徐白红纪念馆的时候 与廖靖文馆长的合影 下面这张照片呢 是2019年 经过9年的 这个扩建工程 完毕了以后 在同样在新街口 这个地址呢 重新开放的 徐白红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 正门前面的这个雕像呢 就是徐白红的雕像 徐白红的艺术事业 在20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 经历了极其挤落的遭遇 你们也许知道 1966年至1967年之间 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 我谈及文革 只是为了学习这段历史 与当今的领导和政策无关 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的知名教授 著名的美术家音乐教 都被称为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成为了文革的对象 徐白红虽然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然而他的影响仍然存在 虽然他的一些画作 在抗战时期表现了 他爱国主义精神 然而我认为 这些作品 没有明确地为1966年 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而那正是 当时所有的文学艺术 美术 音乐 戏剧 以及他们的创作者 都必须达到的 严格的政治标准之一 于是徐白红也成为了文革的对象 1966年 文革爆发的初期 徐白红纪念馆 以后 我的母亲廖靖文 在每个重要的时刻 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都向周恩来总理求助 希望他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能够使我们的家人免遭灾难 每一次都像一个 可信的朋友一样 回应了我母亲的请求 1966年的8月份 红卫兵冲击了我们家 当徐白红纪念馆里的作品 受到红卫兵的威胁的时候 我母亲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请求他保护徐白红的作品和产品 纪念馆里的这些产品 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纪念馆 在一天之内 将纪念馆中所有徐白红的作品和产品 全部包装起来 搬出了纪念馆 使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 免遭毁灭 在文革之中 我们的家人也学会了独立思考 因为文革之中 政治形势变化莫测 我们学会了抓住政策变化之间短暂的机会 在1973年中期 看到当时比较有力的政治形势 我妈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要求恢复徐白红纪念馆 一个多月之后 毛主席批示恢复徐白红纪念馆 在批示之后的第二天 周恩来总理就派了吴庆彤 带了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 来看我妈妈廖经文 然而为了修建徐白红纪念馆的新建筑 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以及政府的各项批准手续 长达十年之久 在文革的这些年里面 我的母亲廖和承诺而活着的 决心为她开放徐白红纪念馆 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她不需不饶的努力 终于在1983年 在现在北京新街口这个地址 重新开放了徐白红纪念馆 那么下面我也讲一下 我的哥哥徐庆平和我 如何在这本书里我们写到了 我们如何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去实现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我是九岁的时候 1957年 就考上了中央医院学院的副小 我是当时学校在北京招收的 五个三年级小学生之一 学校要培养我们参加国系比赛 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呢 我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副小和副中 学习了九年 只差一年就毕业了 然而学校停课了 我迫切希望能够演奏专专业的 钢琴演奏专业的学习 然而 当时十年里面 这个所有的音乐学院和大学都关闭了 没有正式的音乐教学 在文革中 我的哥哥徐庆平和我 也像1600多万知青一样 和其他的文艺工作者一样 一起被下放到农村跟农场 去接受再教育 在4701部队农场 我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及副中的同学们一起 接受在艰苦的环境里 劳动锻炼 我们的饮用水是每天 从附近的一个城镇 用牛车拉来的 当地的井水是不能喝的 我们在暑酒的寒天 挖水区 解放军的领导 就是要我们接受这些 艰苦的劳动锻炼 清除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学习演奏专业的学生 由于长期从事 繁重的体力劳动 有些人的手臂都受了伤 当时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外 学习任何其他的知识 都是犯罪 然而我的很多同学和我 都以我们各自有限的方式 继续学习音乐 我是当时农场上 仅有的几个自学英文的学生 父亲在欧洲刻苦学习的经历 一直鼓励着我 我决心学习父亲的榜样 他当时曾经在柏林一个博物馆里头 临摹大师的杰作 常常一连工作几个小时 不吃东西也不喝水 我决心实现父亲 对我的期望成为一个有教育的人 和有造诣的艺术家 我的哥哥徐庆平 也在农场 艰苦的环境里 继续学习绘画和法语 他终于成为了画家和美术史论家 我学习了艺术管理 和徐庆平一起 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我的父亲曾经讲过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中 有一个是学画的 我们实现了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并且培养了21世纪 中国需要的美术跟音乐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 给许多美术家跟音乐家 造成了个人的悲剧 使他们遭受了艺术生涯中 不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 文革的经历 包括在部队农场 拼搏和生存的体验 使我们 我和我的同学们获得了 也许在其他环境中 不可能培养出来的 信心和毅力 这些特质 使我们能为未来生活中的 目标 而奋斗 徐悲鸿的家人 表现出了 和其他的美术家 跟音乐专业的学生 表现出了奔腾的骏马的精神 我希望这种精神 对读者有所启发 使他们能为人生的目标 去奋斗 我也希望在座的 青年学生们 能够珍惜你们 不受干扰的学习机会 能够去理解和热爱艺术 并且像徐悲鸿一样 热切地追求艺术上的目标 去创造出 感人的作品 那么 下面呢 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说 这个 我今天的问题 不能完全回答得了的话呢 那么大家可以 通过我的网站 背红chinaart.com 和我联系 那么我可以 和大家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哇 真的太精彩了 非常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 徐方方老师呢 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精彩的 这个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从艺术人生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 真的我想不仅给我们 那个年代的人呢 是一个回忆 也给我们年轻一代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 我是听了多少遍 也是觉得好像 还是第一次来听的 这是艺术要探索 人生的究竟 我想这一句 真的是一个 让我永远会记住的 无论是你是从事艺术 也是我们对人生的 一个最好最好的 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读者 有观众的 有观众的一个提出的问题 这里边 徐悲鸿和徐志摩两位大师 出生在相同的年代 请问他们互相认识吗 有没有见过面 他们有什么交往吗 是见过面的 是认识的 对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而且 有很多的打过很多教导 这个徐悲鸿也写过文章 跟他有些在观点上 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观众 这是我们最最关心的 还有知道徐志摩也是 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观众就问起 我们以前只知道 徐悲鸿是画码的专家 听了徐老师讲 演讲才知道 他画的油画 水彩画 素描等 这是全方位的艺术家 令人敬佩 这是有的观众来这样去问 去写的 请问徐悲鸿纪念馆 可以买到他的复制品吗 这很有意思的问题 可以买到他的复制品 很贵吗 对你现在多少钱 我不大清楚 应该是 可以买 一般的人是可以买得起的 OK 然后呢就是 还有就是问 徐悲鸿 徐悲鸿先生 对后代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也就是 也就是对你们的后代 他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刚才我呢 这个 这个讲座里面呢 有一段话呢 我想给大家再说一下 徐悲鸿 我的父亲曾经对我的母亲 讲过一段话 就是高尚有益的东西 你讲到这个后代 这是徐悲鸿自己讲的话 他对后代的影响 那么 这个对他的学生 我讲了 他对他自己的学生 是培养他们 他是非常的这个热心的 对培养他有潜力的这些话 他对后代呢 那么 因为当时呢 有这个美术爱好者给他写信 他为了 给学生回信 给这些爱好者回信呢 他每天都早起 常常是点着灯就起来 回信 他都要亲你回的 这个是这种精神呢 是 所以他对 美术爱好者呢 这些年轻人呢 这种鼓励呢 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自己呢 他知道他 他经历过这个 他的苦难 他说 请别人回也可以 但是不一样 如果我亲你回的话呢 对这些学生的帮助会更大 这个 他曾经给一个 江西的一个小学生 都回信 这个小学生呢 就 说呢 就是野化马 因此他呢 也把 这个自己 信上他写呢 你不要去学我的马 你要对 以真马为师 对着真马去画 同时他也讲了一些 基本的 这些 画马的一些 基本的这个 原则 同时呢 他对这个小学生讲 你不要 要 需要有力是 做世界一流的 画家 不要为 微小的成就 而沾沾自喜 要力大志 而且他讲到 对于 一般的 文史 和 数理画等课 也必须要 要学好 这是 做一个 大艺术家 必须要有的 知识 像他讲的 这些话 实际上 对我 对我 跟我 我的哥哥 还对他的 所有的学生 这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 你做一个艺术家 你就要 要知识 要非常广泛 特别 特别要 要懂文学 这个古典文学 特别是画 中国画的 这样的教育呢 对后代来说 我觉得是对 后来培养出来 这些艺术家 我觉得他这些 教导 都是 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前面讲到 美术教育上 素描为基础 这个 培养 他的学生的 写实的这种 手法 这是 使很多的 培养出很多的 很有造就的学生 当然他并不是说 让他的学生 和他画的一样 而是说 有了造型能力以后呢 要有创造 去发展自己的创造 创造出感人的作品来 这我讲了多一点 这讲到主要是 美术教育方面 和这个一般的教育 也许这些对 年轻人 有所启发 不仅就是启发 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 这一代的 一代的 就是大艺术家 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他一种力量 不仅在那个年代 我想在 今天的 现今的这个年代 也是给我们年轻人 给所有的人 也有一种的力量 我们现在 尤其在这个疫情 全世界 全世界都对这个疫情 疫情的这样的一个 很困惑一个 很不好的这样一个现状 然后都会受一些 精神上的影响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这也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力量 从我本人来说 我就感受到了 这样的一个 为人生 为人生一个 一个精神的一种力量 我们缺少的这种力量 而且现在这个 讲这个讲座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还有一位 这位朋友说是 徐悲鸿博物馆 现在开放吗 是不是 徐悲鸿的所有 全部作品都展出 还是轮流展出 这位 反正很关心的 很关心 徐悲鸿博物馆 徐悲鸿博物馆 已经开放了 就是在疫情去年 有几个月 最初几个月关了 那么从去年 七月份以后 就一直是开放的 当然现在国外的人 就没法到中国去 但是在国内 是可以去参观的 那么它的作品 是轮流展出的 因为这是从 保护艺术作品的 这个角度出发 必须是这样的 要轮流展出 一幅特别是 素描指示的话 它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不能受光时间太长 我有一个问题 通过这次讲座的时候 就是有徐悲鸿在国内 有徐悲鸿大学院校 这样的学校特别多 所以我想今天的观众会 也会有这样的学生 徐悲鸿学院的学生 您知道在全国有多少 我知道有很多的 您知道到底有多少 多少徐悲鸿这样的 艺术学校 遍地都是 我没有去数过 反正很多就是 有专业的 也有一般的中学 以他命名的徐悲鸿中学 有徐悲鸿艺术学院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很少有像这样的 艺术大师 都以徐悲鸿命名 成为这样的艺术院校 还有呢 问一个 一个观众问 请问民间收藏 徐悲鸿的作品多不多 例如 朱的国画就打破了 拍卖记录 朱画 朱画这个 是卖了多少钱 有的时候卖了多少钱 所以观众很有趣 朱的画 这个民间也应该有一些收藏 至于有多少 这个我没有去统计过 但是徐悲鸿 因为他在1939年跟41年 在二次大战时期呢 在东南亚 在新加坡跟马来亚 举行仇振画展 将所有 这个收入呢 都捐给祖国 救济 当时抗战之中 流离失所的这些难民 那么因此呢 他 他在 这个新马一带呢 应该说留下了 不止一千幅画 这一带呢 当然 这 事隔已经70年了 他当时是准备要 从那个时候 在 在41年的时候 准备到美国来 举行画展 所以他把最好的画都准备了 但是呢 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所以呢 他就 没法来 没法到 到美国来 那么 当时呢 很 很仓促的离开 而且把 40多幅油画呢 就藏在一个井里 就都带不回来 他 现在的 带回来的就是 徐北红纪念馆 有的这1200多幅 当时 可能 我书里写到这些了 徐北红纪念馆的 一些 经历啊 跟这个 我刚才讲到的 建管的这个经历啊 毛主席写信什么 这些都 都有详细的论述 关于这个 在新马那带 展览的这些 也都有 有记录 所以你可以去看 仔细的看那些细节 好 希望我们的更多的观众 来到那个去 网上 去 把这本书 能够想 想办法去买到 真的非常好的 很多的细节 都在书里面 还有观众问说 幸好那个时候 周恩来来帮忙 那徐北红的作品 得以保存 请问周恩来 为何 要这样来支持呢 为什么 这是很有许多 我们观众 特别许多 上面我不是讲了吗 我觉得在文革中 有投机分子 也有主持正义的 那么周总理呢 就是主持正义的人 每个人的这个 做人的标准是不同的 那么在文革中 真是看出来 那么他同时呢 又是徐北红的 一个终身的朋友 那么他 那不是说 另外呢就说过 我妈妈呢 写信给他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 这个 很难得呢 就是这个信 很快就递到他手里面 这些都是 很重要 因为时间很重要 你时间错过了 这些东西 也许就都毁掉了 文革里头 有很多这个 艺术作品被烧掉了 这个 我觉得周恩来总理 是一个 很正直的人 而且很 他很 珍惜 中国文化的 这些遗产 他跟徐北红有 有这么深厚的友情 我觉得这些都是 原因之一吧 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可能跟您 就是有这样 这样的合作 接触的比较多 我有很多的感受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艺术家 从他的作品当中呢 确实影响到你 影响到您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有没有说一些细节 就是说 影响到了你的 一直到现在生活 就是好像那些 有些给我们讲一讲 你的生活当中的细节 能受到父亲的一些影响 或者受到你的母亲的影响 能不能给我们 举一些小故事 讲一个小故事 很小的一些细节的故事 那么我父亲 我们从小的时候 我跟我哥哥呢 都受到父亲的影响 他培养我们热爱艺术 在我四岁 我哥哥五岁的时候呢 他就教我们 写大字 写书法 那么每天要临 北魏 公元六世纪 北魏张猛龙的悲帖 他还要给我们 评论我们的这个 书法的作业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训练呢 我们都非常热爱艺术 那么 虽然他去世的很早 但是我呢 是从小在 徐北风纪念馆长大的 我妈妈虽然捐献了房子 但是我们就家就 就住在徐北风纪念馆里面 我们同时呢 也生活在 他的精神世界里面 我的妈妈作为 徐北风纪念馆馆馆长 投入全部的精力 给观众介绍 徐北风的生平 跟画作 那我常常呢 就跟着他 听他的介绍 我逐渐了解了这个 徐北风的艺术作品 也了解了他 为艺术事业 达到他自己艺术上的 很高的目标 所付出的这些努力 我在纪念馆里头呢 就这样呢 徐北风的画作呢 伴随着我成长 他们就成为了 我生命的一部分 使我将来就决定了 要分享我父母的使命 也许这是 挺重要的一个 一个原因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 他对我跟我哥哥 我觉得我们 从他身上学到的 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为实现这个 艺术上的这个造音呢 能去刻苦地去努力 这点对我的努力是很大的 因为从小 九岁 也许到那个时候 我就比较早熟 就有这个雄心壮志 所以后来能考到 中央艺术学院副校 学习钢琴眼 这都是有关系 这什么题吗 好 还有一位是 一位是 可以吃 好 这上面还有一位 观众的问题 目前中国美术院校 是否继承和恢复了 徐大师的教育理念 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在国化和西化两方面 这个问题呢 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我呢 近两年呢 最近因为没法去中国了 但是呢 前几年还是去过一些院校的 像中国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这些主要的美术学院呢 还是画素描的 就是 就是徐飞鸿的教育体系呢 我不是讲过吗 他经历了几上几下的这个极其极落的遭遇 那么 在具体的情况呢 你可以在我这本书里可以去看 那么我这本书呢 也写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了 那么到目前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说呢 中国的主要的美术院校 还是学素描的 还是要求学生能有造型的能力 至于在不同程度上 那各个学校执行的事不是特别一样的 那么徐飞鸿的这个 他的教学体系呢 当然在50年代就 就有改变了 对吧 如果说极其极落呢 具体你们去仔细去看 那么到现在呢 他有多少人 还是这个 这么重视这个造型艺术 画素描 那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写实这一点 是保留下来的 这个他的 这个教学的原则 具体的方式方法 后来都有很多改变 写实呢 这一点呢 是很重要的 特别你现在要 你在中国的话 要表现人民大众 你要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你不能画人的话 这个恐怕就很难 所以这个写实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在很多学校 还是存在 还是继续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那你在您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由于影响了一种 就是一种完美 完美主义 从徐碑红大师的 这先生的话 做当中就感觉 真的是要求一种的完美 那您在您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种 受到这样一个完美主义家的影响 也不是 这个就是说你做的事情要 要达到一个高的标准 做特别是在艺术闯桌上 是要有完美的这个要求的 那徐先生 徐碑红呢 他画一副马 他有时候画二十几次 这都有的 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的标准很高 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他为这个 创作的这个 振灾画展画画的时候呢 他每天呢 有些这个画的 画得不满意的 他都要每天晚上 到这个 外面去把它烧掉 这个标准是要求很高的 他并不是说出自烂造 虽然这个站在画展上 一个画展就要画上百幅的画 当然他有些老班底可以拿出来 抛出来 但是也有要新创作的 但是他对自己的艺术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这种对 对艺术作品的要求 我觉得这人生态度 对待人生其实也应该是有这样一个高尚的一种情操 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是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的 真的是一代大师 这是很难罕见的 这是罕见的 对一些作品 这种完美 包罗万象 有大自然的 有动物的 有人 他无所不包 所以我就觉得真是要 他就说对这个天 也像敬畏天一样的 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够去表现 我真的是太震撼了 非常的震撼 我希望今天看到 今天能够来参加的 来参加的 能观看的这样的观众们 我觉得他们是有福气的 那所有福气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 不仅仅从这个画风 从他的艺术的层面上 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这种精神世界 也是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我是感受到 我想今天的观众们也一定能够感受到 真感受到 真的像一匹像一群的这样的一个奔腾的骏马 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有一种这样的力量 带进我们的生活 无论你做什么 都需要这种力量 所以真的是蛮震撼 非常的震撼 哦 还有一位观众说 如何评价文革时的人物化 请您来回答 文革时候的人物化 有很多是宣传化 可以说主要是画毛主席像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主席像和这个 这个我也看到过一些 我看您提到了周恩来 对您的母亲廖靖文女士 在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 然后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也回复 您有亲笔的 观众们一定要对这个蛮好奇的 是吧 那这个亲笔信呢 你可以到奔腾的骏马这本书里面去找 对里面对这信的原文全都有记载 好 观众们请你们要去看书 你们想看到它的真迹 请你们去看书 书里面非常的详细都有的真迹 周恩来的信 都在这个奔腾的骏马 华家徐贝红和他的家人在毛泽 他没有 对 观众们还有迫切的要知道 就是说那您大致的 给我们来说他写的是什么吗 有观众还会迫切的 对 对 挺好奇的 写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来说 先说一说好吗 你说那个周总理的信 对 对 观众要问 对 对 他的主要大意的就是说这个毛泽西批示了 那么具体怎么恢复 如何恢复呢 就请那个吴清彤彤同志跟他去洽商 然后这个告诉他 总的就是这么个意义 原话呢 你可以到书上去找 好 那我们的观众们呢 如果还想知道的 对 看客战 还有一个问题 在那个chat上面还有一个问题 OK 海报有 请问在哪里买您的书 刚才您发的那个 您再说一下 对 方方老师可以再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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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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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的话 那么我把这个先说下去 然后你们看 到了网址 背红chinaarts.com 这个在首页上 你点奔腾的骏马 奔腾骏马 这个首页上这个菜单下来了 你就点购书 购书底下就有几个选择 你要英文的话呢 你就点Amazon 要看中文的话 有几种选择 是Apple Cobo 什么好几样 都在下面也还有其他的 还有overdrive好几样 那简单来说就是点这个Apple吧 Apple大家都有苹果电脑 苹果手机 你点这个这个奔腾马 这本书的封面就出来 这本书的封面就出来 所以这这这就很简单 overdrive 什么incotira 什么还有 script 这些这些都可以 smashword 好多种这个平台上都可以 我刚才只是给你展展展展展示了两个 就在这个 背头的剧马这上面 OK OK 好 清楚了吗 有位观众还问海报有吗 这指的是什么海报呢 海报有吗 好 那有 对 又要买 又要买这个这本书的 要买这本书可以到 徐方方老师的网站去 去找 就可以看到 刚才网站 刚才网站你有没有截图 你去截一下 还有 对 还有观众问 Do you have the paper book 就是有 已经有 Amazon 对 这个英文的就是 就是 paper paper bag 对对对 那就paper bag paper bag 就是英文的 嗯 就是这本书 OK 好 好的 那看我们今天 中文的这个呢 就只有电子书 没有纸直的 好 下面要开放语音问题吗 语音问题怎么 就是 有的朋友他们 如果打字不方便 他可以语音问问题 OK 好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还有朋友如果 有问题 你可以自己打开你的麦克风 然后问问题 好 之前我还知道有一个 对有的 有观众就是说要提出问题 他说哎呦我可能不能去写 我说好 好 好 欢迎你来提出问题 好 谢谢 好 我先提个问题好吗 好 你说 嗯 好 但是我觉得 他的品格和修养是非凡的 还有一个是对家庭 对子女的教育 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音乐和美术绘画都是属于艺术 嗯 请问去 许方方老师 这两方面的艺术有相互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 谢谢 哦 实际上 实际上 音乐跟美术是 关系是很 很密切的 啊 我们叫做有声有色 你当年这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徐悲鸿在1946年校长的时候做校长的时候音乐跟美术都在一个学校里 那么后来我跟徐庆平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也是这样 我们有视觉艺术啊 美术也有音乐系 我就是音乐系的首任的系主任 那么徐庆平呢是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觉得呢 实际上这个美术跟音乐学生在一起互相学习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于音乐学生来说 因为音乐呢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艺术 它需要这个学生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那么如果你懂美术的话 那你的想象力就会增加了很多 那么作为学美术的来说呢 也是音画嘛 因为你的画上也应该有生命的感觉 要有这个有这些丰富的音乐的修养 你的画呢也许能画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艺术学院的学生呢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们也彼此学习 我觉得是很有用的 艺术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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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艺术相通的 是 对 可以说是在 如画的 如画的音乐 和音乐般美的画 嗯 说得好 对 所以 我们艺术学院的学生 美术的学生 有些都是要求 要求他们 合唱课是必修的 有的美术系的这个系主任 他们要求这样 这在其他学校时 都没听说过 但是在人大的艺术学院 有过这样的做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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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觉得这样学生 培养出来以后 他比较全面 嗯 这样 对 对 那他发展比较全面 所以可以 可以能感受到 徐北红先生 对 就是这位艺术家 就是他这种 这种很博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怀 真的是一个博大的情怀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是 是所有的艺术家里面就是 我们很多的艺术家 都是比较那种 都是很柔情 很柔情 很细腻 他有细腻的 他也有一种粗货 那种 非常那种的豁达 什么艾政的豁达的 这样的一个情怀 是吧 还包括了教育 还关心了教育 是吧 我觉得这真是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教育 是非真的是 一般的这种教育 所领受不到的 真的领受不到 那种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一个 很震撼的 真的让人一种 心里的一种震撼 真是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我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讲座 让我们的观众 能够把这种精神 还能带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是 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的 那我看看我们的观众 今天的时间 是几点钟了 OK 那方方老师 还有什么对我们 今天的观众们 要说的 也可能有学生 也有小孩子 也有小朋友 也有搞画画的 小朋友们 你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说吗 我刚才最后 已经讲了 我说 希望你们 能够珍惜你们的 学习机会 好的 对 我们 这一辈的人 还包括徐飞鸿 那一辈的人 他们都是经历了 很多苦难的 他学习是 很不容易的 吃了很多苦 这个 才获得了 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像我们这一代 在文革里头 都是 你也知道 都是下过乡的 那 学习都被中断 如果 如果没有 没有父亲的 这个 这种鼓励的话 我们班上的同学 也有 也有几个 学出来的 但是有些人呢 都是 很遭遇很不幸 就是 受到挫折了 这个 但是呢 就是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 你的学习条件多好 这个要珍惜这个机会 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 要去为艺术的目标 去努力 我觉得 这一点 也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 非常感谢 真的 由衷的感谢 徐芳芳老师 给我们 这样一个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 永远会聚 这不是当今的时代 就是永远 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启发 是吧 像一匹骏马 给一种力量 永远找到你的人生的目标 真的非常的感谢 徐芳芳老师 今天带给我们 这样精彩的演讲 好 那我们希望下次再继续 您的演讲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吧 好感谢我们今天的观众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和我们的分享 徐悲鸿大师的艺术的作品 希望您能够受益 把这种精神带到你的生活 带到你的周边的朋友 带给所有的人 好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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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